旧金山从今天开始正式实施扩大购物贷法令 禁止全市所有商家使用一次性塑胶带 需要商家提供其他环保购物贷的消费者 每个购物贷需付10每分 今天的环保专题 梁秋玉带大家了解华部的实施情况 秋玉 好的 主播 旧金山扩大购物贷法令今天生效 为帮助购物者明白新法令 旧金山环保署也将开始一个全市性的 多种语言消费者教育活动 鼓励消费者随身自备购物贷 今天在旧金山华部就有免费派发购物贷的宣传活动 旧金山环保署今早在华部 Grant街免费派发环保购物贷 我又是环保一份纸 所以我就来拿一个袋 还有装是一种纪念 还有提醒人 事实上拿着一个袋来环保 昨天我们有650个住民 今天购物的民众是否记得带购物贷呢 这家商店老板表示 店内完全没有提供纸袋 只有环保购物袋 需要的民众需付20美分 未来可重复使用 消费者表示可以接受 而且一定会重复使用 也有消费者说 如果忘记带购物贷 也不介意每个支付10美分 因为可以保护环境 旧金山环保署过去6个月 已经与超过5000商家面对面交谈 并向9000多家商户 寄发宣传资料 未来几个月 会继续开展消费者教育活动 包括免费派发超过 17000个环保购物贷 可提醒自己出门 带购物袋的小窍门友 将购物袋放在门口 在车后座或车尾箱 放一些可重复使用的购物袋 也可在办公室留一个环保购物袋 或在手袋或背包里 带背一个可压缩型的购物袋等 在加州 包括旧金山在内 目前已有50个县市 禁止零售商使用危害环境的 一次性塑胶带 旧金山希望该法令的实施 也有助城市实现2020 零垃圾的目标 有关购物袋法令详情 可上网查询 www.sfenvironment.org slashcheckoutbag 以上就是今天的环保专题 将镜头交换给主播 给大家看